近日,山东济南东部地区发现35座墓葬群 目前已知的有一座汉代母,12座元代母,12座清代母 其余墓葬年份有待进一步确定 在发现的12座元代墓葬中 有11座保存较为完好的砖雕壁画母和一座石室母 据了解,为配合济南东郊项目建设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自2021年4月23日起 对项目占押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历史近三个月 7月8日,记者来到考古现场,站在高处俯瞰 12座连片元代墓葬排列有序 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考古人员正在整理资料,查漏补缺 为近期的专家验收工作做准备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现场领队刑期告诉记者 11座元代砖雕壁画母是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 虽然大多数元代墓被盗扰 但7座墓葬仍留有明确近年及墓主人信息 刑期说 墓葬虽然年代较为集中,但形质差别较大 存在专室与实室,单室与双室,方形与原形等区别 葬素包括土葬、火葬、千葬、河葬等 经研究专家推测,该国性家族的墓主人均无官职 因属于汉族地主或富商阶层 墓主人是汉族的这种地主或者富商 因为没有官职,墓图里面记载就没有这种官职的记载 这些出土材料就为我们了解这个元代晚期 就济南地区这种汉族地主或者富商这种特定阶层的 就是土豪阶层,它这种社会生活 还有它的风俗习惯 还有包括这种建筑就提供那个很好的材料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此次发掘的11座墓葬的墓门和墓室内的彩绘壁画史分析间 一个个题材丰富的壁画和砖雕 埋于地下近千年却仍保存完好 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编号为M9的墓葬 该墓道南侧有9级台阶,每级高约50公分 在墓门和永道两侧,牡丹花样,车马图等精美彩绘一息可见 这些壁画能保存至今 主要是因为当时所用工艺和材料好 颜料也涂得比较厚 像这个墓,它这个门楼这一块保存得比较好 它这个壁画,本身它用料就比较好 就是说它涂的地障 就是因为这种彩绘呢 它会在砖上面先涂一层白灰 然后在上面用那个墨线勾出轮廓 之后呢用这种红彩或绿彩或黄彩 这种来填充这个色彩 就是保存,有些墓葬确实保存比较差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厚 就是它那个彩绘这个颜料涂得比较厚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这个墓室里边 它那个下层,它这个彩绘保存的就非常差 就脱落比较严重 就是因为那当时这种大环境的变化 就是水土的变化 今天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怕水 怕那个暴晒 最了解,济南市考古研究院 下一步将根据专家意见 墓造本身的保存状况 以及当地实际情况 做出相关保护方案 最大程度对墓葬和出土文物进行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